好的,再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艾克星的這台AI3000加 那它本身已經不算是新的機器了 只是說我們一直還是都有在販售這一台 它是5W的雙頻機 那它外觀長得有點像是那種廣板的機器 可是它本身的功能是比較特別一些的 那外盒上一樣都會秀出它們一些比較特別的特點的部分 那就像這些功能大家也都大同小異啦 重點是還是有NCC認證的 這是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打開來內裝看一下 內盒是比較傳統的比較大型的盒裝 那雙面書 然後它是雙層的設計 裡面的內容物 那我全部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做充組呢 本身它是有電壓器的設計啦 算是比較早 比方之前的設計都是這個樣子的 使用上也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度 只是說如果你機器比較多 如果要一次充電的時候 那個插座頭可能要多準備一些了 好 那做充一樣是可以充 單獨充電池 那也可以整顆下去充 好 整個整台機器一起充電 然後背夾 接線的部分呢 就長得 跟空板的機器不太一樣了 它的接頭就不太相同 好 是屬於這種 像是ADI那種類型的接頭 ADI AF16 46那種接頭 我們上去看一下 電池就這樣直接卡上去 好 那你拿到之後就會覺得說 它好像跟那空板機器是有一點落差的 然後配置上都不太一樣 只是造型有一點像啦 好 那東西也不共用 好 那尺寸上呢 它的配置上 我是覺得比公板的機器好一點 是因為它的按鍵是做在上方的 PTT都在上方 會相對的比較好按 以我們的手來講看 這樣子手 在按壓上會比較輕鬆 好 那我們把東西收一下 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好的 那再來是愛客星這台AI3000 它電池的安裝方式 就跟傳統都很像 然後它卡住在這個上方 按下去 按下去 好 這個安裝方式都大同小異 而且坐在上面其實在 拔電池上 我覺得比較好拔 這樣子扛去就可以了 好 那主機的大小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開機來看一下 歡迎使用 好 可以看到它是有中文暴讀的 那旁邊的就是發射鍵 下面呢 是強制接收 好 那再來是收音機 好 對的 沒錯 它上面是沒有鎖電筒的設計 好 那 按鍵的設計呢 它也相對的比較大顆一點點 4 4 8 8 0 那基本的操作功能呢 都與一般的 無線電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側邊的耳機孔呢 一樣是使用K頭的設計 好 只是說呢 它一樣是用塑膠的接頭 還是會建議廠商在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 多花一點點錢 然後用金鎖的接頭會比較耐用一點點 那有人就說 它這台機器到底有什麼 比較奇特的地方 不然它的價格又相對比較高 功率也沒有比較強 它也是5瓦的機器 好 那這台機器比較大的特點呢 在這個地方 我們Menu 它會開啟一個 計頻器模式 好 那有在玩無線電燈就知道 什麼叫計頻器了 好 那這個東西呢 這好處就是說呢 好 我們看到 像這台機器呢 是所謂的沒有螢幕的機器 它本身打開之後 好 2 3 1 它是一個16頻的 14個頻道在切換的無線電 好 那我們如果拿到一台東西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裡面的內容物呢 它頻道是幾號 一般的做法就是第一個 就是我們直接接電腦去做燒錄的功能 去把它讀出來 讀取資料 可是現在的機器有很多款 很多種 甚至很多到大陸淘寶來的 那 裡面的程式讀不出來怎麼辦 這時候就需要計頻器的功能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好 這是MTS的18家的無線電 那個MTS的機器他們都會做一個簡易的說明書 有沒有看到 好 它上方有標示 它第一個頻道是467525 第二個頻道是467525 好 那類比碼都是在67 好 那我們來做個測試一下 像我現在 假設我不知道它的頻道了 那怎麼辦呢 我先開機嘛 好先把18家開機 好 有時候調到2好了 好 這個時候你只要在它旁邊 開啟這個計頻模式之後 只要發射 有看到嗎 467527 好 467527 那之後我們放開 再一次 467527 好 那我們再來一次囉 好 467525 好 因為它本身這個計頻器的功能呢 算是輔助用的 沒有辦法像真正的計頻器這麼的強大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的誤差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多測幾次 有沒有 467525 那QT是67.0 那我們驗證一下 在第二個頻道呢 是467525 那密碼是67.0 這個都沒有錯 這樣子我們不需要看到它內部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憑空去讀取它的資料 那假設我們再調到3好了 這時候我再發射一次 467538 67.0 好那我們再讀第二次 467535 好 67.0 好我們再讀第三次 好 因為它本身不是專業的計頻器 它是一個有機頻器功能的無線電 所以要多讀個幾次 好 467537 有沒有看到 它多讀個幾次 它會漸漸的頻率會越來越的準確 467538 好 那這個時候就要透過 玩家的專業判斷 欸 467537 467538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波段呢 叫做4675375 有沒有 在第三個頻道 4675375 好 這台無線電的特別就是在這個地方 它有計頻器的功能 那計頻器的功能能做什麼呢 其實它的應用很多 那只是說它的計頻器的功能算是比較簡單的 可是可以讀取到內碼 然後有些計頻器是不能讀到內碼的 好 它可以讀到裡面的內碼 好 那可以去做一些像是 像我們工作的需求 或客人拿來 我不知道什麼頻道需要對碼 那怎麼辦 都透過這台機器去做這個功能 那這功能算是非常的 嘿 如果你有在玩無線電 這功能算是非常的不錯使用 好 當然它沒有辦法像真正的計頻器 這麼的準確 好 可是它也附帶了 我還有多了無線電的功能 還是一台無線電 重點是 我是無線電 我有計頻器功能 你不要拿它去當計頻器 我只當計頻器 也可以啦 只是說 就像是它無線電的功能了 而且 當你對出來之後 你可以馬上去設定成一樣的頻道 去對喊看看 這樣子會更快速 你計頻器 買了 還要再買另外一台無線電 才能做這件事情嗎 你就要帶兩台 這個只要帶一台就好了 會比較方便 所以這一台就是 艾克星AI3000的特點 那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 我們最新的影片喔